本是极极无名的小混混 靠着不服输的性格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谁惹上他都是麻烦的事 他曾在拳载擂台上打赢对手 并对着台下的14K双花红棍陈慧敏叫嚣 扬言要挑战他 他不仅让刘德华为他拍戏 还抢夺其他电影公司底片 命人到向华强公司门口扫射示威 他就是西伊安的疯狗 陈志明 这里是黑白人物之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陈志明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正值黑道势力猖獗的时期 陈志明出生了 陈志明为人脾气暴躁 坐视耿直 也因此经常与人起争执 也因此常与人打架 陈志明打架属于那种不要命的类型 即便对方人多 他也会靠着一股狠镜打到对方倒下为止 这便是自幼陈志明绰号疯狗的由来 父母见儿子常常跟人打架 早晚会遇到高手 遭人毒打 但儿子对读书又不感兴趣 只能是送他到跆拳武馆增强他的身手 自幼学习跆拳道 为陈志明的身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跆拳道不仅规则过多 而且注重技巧 这对于陈志明来说是一种束缚 陈志明深知跆拳道并不适合自己 偶然的机会陈志明见识到刚猛无比的泰拳 燕景一亮 自认为这般大开大河的拳法 才是自己想要的 当时在香港泰拳打的最好的便是 号称泰拳之父的苏龙 苏龙在江湖上颇有地位 表面上是一个拳管教授 背地里他还是新一安社团的总教头 苏龙门下猛人巫术 尖东虎中虎黄俊 湾仔之虎陈耀兴 尖东之虎杜连顺 世界之一的鬼天李玉天等等 皆是苏龙的门生 新一安排的上号的猛人之中 就有这么多人跟着苏龙学拳 在社团外也有不少名人跟着苏龙学泰拳 比如著名的周星驰 卢慧光等等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苏龙身手非常了得 陈志明学了几年跆拳道 基础比普通人好很多 苏龙直接对他高强度的训练 陈志明一点就通 一手泰拳打得虎虎生风 最令他得意的还是泰拳里的蹊跡 每一招每一时都能打得恰到好处 不但得心应手 而且随心所欲 这才是陈志明理想中的拳法 凭借着苏龙的关系 陈志明也加入了新一安 并靠着双拳 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在苏龙的提议下 陈志明到澳门参加了拳赛 1984年 陈志明在澳门拳赛擂台上连胜三场 其中包括了号称澳门拳王的选手 那天场上 无名小卒陈志明与澳门拳王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 没想到确实这一晚竞争最激烈的一场 一开始 澳门拳王率先出手 拳风呼呼坐下 陈志明只能闪躲格党 避其锋芒 陈志明虽然看着狼狈 狮子在消耗对手的力气 虽然格党居多 但偶尔也会出手反击 比赛打到尾声 包存实力的陈志明与澳门拳王拉开距离 随后又一个冲刺向上一跃 以及飞锡直接将澳门拳王打倒在地 台下观众掌声雷动 要知道 前面两场 陈志明也同样是用飞锡打败对手的 这次打败澳门拳王令 陈志明名声大噪 被誉为香港西王 擂台下不少对全赛感兴趣的名人 其中就有14K的双花红棍陈慧敏 陈慧敏早年参加过世界级全赛 并连续两届拿下冠军 后来被导演看中去拍了电影 因此才有坊间的那句传言推游李小龙 全有陈慧敏 陈慧敏与苏龙同为江湖中人 自然常常会被人拿出来比较 陈慧敏有两届世界级冠军的战绩 苏龙虽是叫出众多猛人 但却没有拿过世界级的冠军 在常人看来 自然是陈慧敏略胜一筹 但陈志明对此却不敢苟头 在陈志明眼里 苏龙的泰拳用于实战 比陈慧敏的谭家三展拳会强害许多 为了给苏龙争一口气 刚赢得比赛的陈志明 就在擂台上指着擂台下的 陈慧敏喊话道 你有没有胆量上来和我一战 陈慧敏顿时大怒 自己早已在江湖上成名 曾经在今沙嘴呼风唤雨 只要打个响指 不到三秒钟就有几十个马仔 来到身旁听后调解 江湖地位极高 如今陈志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马仔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 对自己如此无礼 一张老脸自然是挂不住 于是陈慧敏就对着陈志明来了一句 想跟我打 你还不够资格 要打就让苏龙来跟我打 说完陈慧敏就潇洒地扬长而去 陈慧敏这番话可谓是无心之言 但苏龙却是听之有意 在苏龙看来陈慧敏就是仗着知名度比自己高 压了自己一头 才敢口气这么大 于是就有了后面苏龙与陈慧敏在酒吧大战 苏龙误伤陈慧敏妻子的事情发生 苏龙还被此赔了120万 但事情的导火线便是陈志明对陈慧敏的条件 并且苏龙与陈慧敏的事情没解决期间 十四K与新一安两个社团之间纳事战火连天 1991年 香港电影行业开始腾飞 因此涌入不少黑道势力进入电影行业获取利益 比如新一安的《向华强向华盛兄弟》就开了永胜电影公司 大全帮蔡子明与十四K一次对话 时人胡须永何开的富裔电影公司等等 陈志明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与罗维的儿子罗大卫开了红发电影公司 在1991年请来 刘德华拍了一部名为《冲击天子门生》的电影 在那时候票房卖得还不错 就这样 罗大卫为公司业务处理 陈志明解决道上的麻烦是 两人双剑合璧也是做得有声有色 但电影肯定需要偶像光环 知名的电影明星来演出 才是票房的保障 基于这点 陈志明走上了歪路 陈志明曾料张国荣为自己拍戏 但张国荣所在的电影公司不放任 于是就有了《加油喜事》准备上映的前一天晚上 几名蒙面大汉冲进这家电影公司 拿走了电影的底片 并在市面上流传 事后这些蒙面大汉被捕 其中一人就指出是受陈志明的指使 1992年 14K堂主黄朗维扇了梅艳芳一巴掌 引发新一案的湾仔之虎陈耀星与黄朗维一番大战 随后黄朗维在医院里被人扫射身亡 这是轰动一时 可没多久 陈志明搞出了更轰动的事情 同年 李连杰的公司被签约公司拖欠 随后霸演 公司强势要求李连杰把戏拍完 李连杰那时候是单力薄 那时左右为难 此时复役电影公司的蔡子明出现在了李连杰的世界 成了李连杰的经纪人 将李连杰带出棍境 富翼电影公司来头可不小 蔡子明是14K超级元老荷兰教服役中的意思 另一个股东胡须永 则是14K一次堆话诗人 两枚在江湖上揭示极有分量的人物 早在1989年 发行的轰天龙虎会便是富翼电影公司发行的 那时候据说刘德华被逼着拍满电影 刘嘉玲子因为爽约被胡须永掌揮 后面还出了事 李连杰在当年可是票房的保证 作为会下金蛋的攻击自然是令人垂涎 但这时陈志明的合伙人罗大卫也盯上了李连杰 早年李连杰进那家签约公司 被是罗大卫引入的 也就是蔡子明动了罗大卫的奶酪 在罗大卫的缩食下 陈志明带着人马找上了蔡子明 当时陈志明约蔡子明到酒龙富豪酒店里谈判 陈志明不可一世地要蔡子明将李连杰的合约交出来 蔡子明哪里看 几乎同时两人都从腰间掏出了黑心对质 眼看双方就要爆发一场恶战 一旁的胡须勇上前劝甲 最后才不欢而散 就在三天后 蔡子明在办公室门口被几个蒙面大汉伏击 蒙面大汉轮番扫射 蔡子明身中酒发 还被爆了头 瞬间毕命凄惨无比 即便是神医也是无力回天 但蔡子明死后 李连杰到了永生电影公司旗下 碍于像华强这个老东奖 陈志明虽是气得蹊跷生烟 但一时之间也毫无办法 看着永生电影公司几部作品 出来后接大卖贺卖 赚得盆满锅满 陈志明更是怒火中烧 于是也不管向华强这位老东家的脸面 将目光盯上当时最红火的新夜周星驰 陈志明登门永生电影公司 要求借走新夜拍几部大片 这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没多久 向华强在自家公司的附近遇袭 陈志明还让马仔带着AK47 到永生公司大门口一番扫射 以此想要震慑向华强 陈志明在拍电影的同时 还做盗版光碟的生意 那时候盗版光碟卖得极好 和胜和作馆上还在便是靠着卖盗版光碟 将社团从低谷带上新高峰的 这是过后的第二年年初 陈志明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盗版光碟大单 心想着一过年就有开门红 极为开心 可没想到陈志明一现身就被捕了 毕竟陈志明得罪的人也不少 无论是谁出手 作为法烂纪的事情皆没好下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质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